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昨天 郭董爆氣了 郭董說 國民黨根本沒停我 他說他呼籲東呼籲西國民黨都不理他 他呼籲了什麼事情他說 民進黨已經在中職會裡面已經通過了 要用50%的手機民調他說 我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是經濟選民 他們其實用手機 比用家用電話來的多很多 所以應該要納入手機民調 郭董是應該是這樣子 那董事長我相信他應該是沒有看我們節目所以 他 不以為手機民調是比較有效的對他有利的 這是一件事情 他重點在後面 他講說啊 啊我這天天在這邊東呼籲西呼籲 東做西做 國民黨根本沒有挺過我 他呼籲手機民調這個事情 是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用意的 什麼用意呢 就手機民調 這個功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候選人 重視手機民調代表重視年輕人 在宣傳上是有意義的 在科學上意義不大 所以他講這一點是 是對的 更能夠加深 他對年輕人的重視 也更證明他在年輕人這邊 確實是比韓國瑜 有市場 這個確實 韓國瑜年輕人現在跑得非常的快 都離開他的 韓國瑜現在剩下支持者 大概都是50歲 甚至60歲以上 對 都是老派的 老派的 就是所謂的深藍化 非常藍色的 黃復興化 黃復興可能沒有那麼大 是 他比黃復興要大很多 黃復興有機構 是 黃復興當年的力量沒有那麼大 我講的是意識形態上 意識形態上 他其實新的 跟黃復興不太一樣 比黃復興要的基礎大很多 他說光靠黃復興怎麼會有韓國瑜 是 所以黃國瑜比黃復興大 對不對 韓粉比黃復興大 是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國民黨 本身 什麼叫國民黨 就是國民黨裡面有兩 分兩 分兩卦 一卦就是韓國瑜的國民黨 是 就是韓粉所支持的國民黨 另外一卦就是傳統的國民黨 跟各地方派系 就是所謂的菁英組成的 就是有黨主席啦 有副主席啦 中常委 地方黨部啦 然後還有一些 幹部啊 立委啊 主支 那個 也叫國民黨 但是叫做菁英式 也就是說 韓國瑜 要孫大謙寫文章 桌刀去 修理 吳敦義的時候 說國民黨被 跟權貴跟黑箱作業 是 記不記得 那時候攻擊誰 攻擊 韓國 攻擊吳敦義 攻擊吳敦義 因為攻擊吳敦義 就是他把吳敦義打成權貴嘛 那現在的郭台銘所講的國民黨沒有挺我 這個國民黨是哪個國民黨 吳敦義的國民黨 應該是吳敦義的國民黨 那吳敦義的國民黨本身都沒有力量啊 吳敦義的國民黨現在飽受韓國瑜的國民黨的欺凌啊 吹慘 吹慘 打壓 你假先或者用網軍幹你 吳敦義被打了一頭包嘛 那他還要把柯文哲放進去民調裡面 有韓國瑜啊 因為當時在國民黨 的整個邏輯裡面都認為說 國民黨的候選人有一個條件 不是在黨內營就可以了 不能犯成 不能再犯當年換柱的錯誤嘛 是 換柱的錯誤 當年 朱鑄姐在國民黨內是第一名 對 沒錯 對不對 國民黨第一名去打仗打掛 對不對 打了一半怪的犯人 對不對 那朱鑄姐的錯誤今年會不會發生 會發生啊 是 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民調第一名人是誰 韓國瑜 但是民調第一名韓國瑜跟 跟柯文哲跟蔡英文跟賴清德比 都輸 從昨天的美麗島的名字看起來 都輸 全輸嘛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穩坐老二跟老三地位 韓國本來是一個贏贏的現在也拋得輸輸了 當時的韓國瑜哇不得了 是日式中天啊 那幾個月下來現在變成 輸給 輸給白色輸給綠色 是 所以藍色已經敗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是 新的形勢的變化 那當然郭董現在跟 這個 韓國瑜市長兩個 相差不多 但是還是輸 所以國民黨 沒停我 這裡面的危機是什麼意思 這個國民黨到底是誰是國民黨 當然是講吳敦毅的國民黨 不一定 因為前兩天 上個禮拜他去看 雲林嘛 受到很多歡迎 是 包括還有什麼 媽祖也出來 是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館長也出來 啊 啊 雲林給他很高的規矩 接待嘛 是 結果昨天這兩天看到 什麼要挺雲林的 是 所以這也是國民黨啊 這是國民黨的 他推方派系 郭台銘去的時候給他非常高規格接待要挺郭台銘啊 郭台銘前腳走過兩天 韓國瑜還沒來 他就開始連署 大家要挺 所以就 所以國民黨就是這樣子變來變去的啊 派系本身啊是可以交易的你知道吧 是 派系可以 兵來兵去嘛 是 在國民黨的本土派系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容易交易的對象 他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是 那民進黨的本土 民進黨整個黨的本土政黨嘛 是 民進黨的 所謂的支持者 在地方上 和國民黨的本土派系 性質看起來很像 是 都台灣人嘛 很多也是之前 那個倒戈過來的啊 像蔡民族家族 外國的外國旗嘛 是 都也廟墊 外國的泡茶嘛 吐吉利亞嘛 B13的嘛 都也這樣 每天都做這些 生活方式跟言語內容都相同 但是 民進黨的 這個支持者的特性 主張台灣獨立嘛 是 強烈主張台灣獨立 那國民黨的是幹嘛呢 要跟老大拔拔拔嘛 是 官方要好嘛 對 大家有好康做道修佛嘛 所以他分成兩種的 地方派系 本土派分成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 民進黨的 本土派 比較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他有很強的宗教信仰 很強的意識形態 跟國民黨不一樣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像張家 今天跟支持郭台銘 明天支持 胡人怕誰 他們的意識形態 不確定 是 是跟著利益走的 跟著利益走 所以這兩個 看起來外觀很像 實際上不像 所以在國民黨選舉為什麼要花錢 你知道嗎 就他這個地方派系的組合 是靠利益組合 是 他利益來了就在一起 利益走就散掉了 知道吧 所以這個郭台銘講的國民黨 在雲林這個案例 也是個國民黨 但是 他說沒有挺郭台銘 結果跑去挺 韓國瑜 然後他建議的手機民調 他不用 為什麼不用 對他不利 對韓國瑜不利 就是韓國瑜力量很大 是 郭台銘要國民黨沒有挺我這句話是很奇怪的話 因為現在在國民黨的主力 在對 這個草根 跟民粹這部分 有群眾 沒事可以威脅黨中央 可以幹狗黨中央 可以去 可以去 黑這個黨中央 這就是韓國瑜的部隊 對不對 非常堅定的 而且很有組織 後面還有媒體大佬支持 對不對 那韓國瑜 郭台銘沒有啊 郭台銘現在去 七貴照爬爬照 他走到那個地方大家都跟他拍手鼓掌 都支持郭董 然後最後 派系又回到 韓國瑜這邊去 所以明天就是個造勢大會 但是 派系有沒有用 我用數不大 因為我看韓國瑜民調下滑 是 所以韓國瑜今天就要利用 五指加抹黑 看可不可以鹹魚翻身 明天能夠動員成功 你知道嗎 所以韓國瑜是個很聰明的政策 所以戴欽德說他是政治天才 賴欽德這個言過其實 賴欽德也是 他一個太離譜 賴欽德是太離譜 所以我現在講說 郭台銘對國民黨的定義出問題了 你知道嗎 國民黨的 郭台銘在國民黨內 在跟韓國瑜在比較的時候 郭台銘只拿到國民黨的 支持度大概在五成左右 韓國瑜大概八成左右 結果 如果柯文哲 郭台銘 跟賴欽德比 或跟蔡英文比 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支持郭台銘的 百分比 遠低於 同樣的組合的時候 遠低於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才是正男軍 郭台銘是 潛男軍嘛 所以其實國民黨裡面並沒有 極大的共識去支持 郭台銘 這是事實 我覺得現在很混亂 就是 國民黨是一個窝囊的政黨 他們沒有領導能力 他們並沒有真正要拿回2020的決心 你知道嗎 那郭台銘這個優勢會變成什麼 其實郭台銘他有能力拿到 年輕票跟中間選民 所以其實郭台銘這個定義錯誤 他根本不需要靠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在找他麻煩嘛 國民黨故意放柯文哲進來 削弱他的力量嘛 因為柯文哲一進來跟他比 你看看 柯文哲進來比 郭台銘 然後再加上這個 韓國瑜 不是啊 加上蔡英文 對 這一比的情況之下 那 郭台銘 的白色的票就回到柯文哲那邊去了 立即變小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放了 韓國瑜進來的話 不會啊 韓國瑜是鄭南軍啊 他的藍的純度比他高啊 所以他沒有多少中間選票 所以一比的情況之下 還輸第三名 可是他的氣氛會比郭台銘高 所以董事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郭台銘在這裡不容易拿到資源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政治光譜裡面離 鄭南比較遠 離中間比較近 不是 因為他碰到了韓國瑜當對手 如果沒有韓國瑜當對手的話 郭台銘就很輕鬆 碰到一個強勁的對手 所以郭台銘在未來一個多月快兩個月時間裡面 他要快速去發展 非國民黨的支持者 這樣子他才能夠 打贏他的初選 對 否則就是 韓國瑜不選 不然他就看起來是沒有機會的 看起來韓國瑜不會不選 太好坑了 好 我們等一下晚上回來 我們下班了 我們下班了